今初有聚 五味無聚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凡帳紅 那今天大盤呢 漲跌幅很小 大概只有120點而已啦 然後今天指數收盤漲0.00% 漲點不到一點 這還滿有趣的 就是難得看到這個平盤 印象中之前在PTT 都會開漲跌的賭盤 那個平盤好像是漲跌 我記得印象中是在0.0幾%之內 所以這個 如果那時候有賭的話 應該是有中啦 這個獎就大了 只是這個應該是 通常都是莊家權啦 好 那這個題外話啦 那今天這個盤呢 就像海豚講的 這輪動還是持續的加速 那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今天的盤到底怎麼樣 因為首先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 海豚有說過這個多工頭加速 如果說 多工頭加速 這個從過熱區 開始往下走的時候 會怎麼樣 頻繁的開高走低 早盤出亮 尾盤就天線 要不然就怎樣 今天大漲 明天大跌 那其實今天呢 在一些族群 包括海豚自己的個股身上 持股 又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海豚 一直在 不能說唱衰啦 就提醒風險的 這個 這個 飯店 今天如果成交量來排行的話 會注意到什麼 雲品 今天早盤 說的今天早盤 飯店股是 整齊的在噴出 噴出喔 整齊的在噴出 可是問題是尾盤全部都上一線 特別成交量前五大的 雲品啊 精華啊 這個 富野 南森湖 老爺之 全部都上一線 六福也上一線 只是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長 那只有下渡跟寒色喔 有繼續的鎖在漲停板 所以這個族群輪動快速喔 跟個股 在這個狀況 其實真的是 比較容易發生啦 那大家稍微小心一點 那當然因為短線目前是持續在一個修正的狀態喔 所以這個 輪動加劇 或是弱勢的輪動 其實會變得越趨於明顯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像什麼 像今天的稱盤指標 就是肥金店的 鋼鐵啊 散裝啊 貨櫃啊 這個 我覺得當觀察股就好 大家不要去追啦 真的不建議去追 雖然說最近可能BDI指數有反彈 可是問題是 之前是從 海倫記得 就兩年前嘛 那時候做四位行 那時候BDI指數從500噴到5000 然後現在只是從500噴到1000 大家就high翻了 可是問題是 海倫剛剛 剛剛啦 剛好看到一篇報告 相關閃裝的 今年的獲利啊 這其實都是年減的 年減是差不多是在兩位數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族群大家還是留意啦 雖然短線會有一些題材行情 可是覺得長線還是風險 是比較高的 那回到這邊來齁 這個長線的多頭加速還是在60%以上 所以目前還是整體還是處在過這個狀態 那大家只要留意啦 這個長線的多頭加速 不要跌破50 或者說跌破50之後 又像短線多頭加速一樣齁 持續的往下走 如果出現這個狀況的話 就像指數要進入一個修正的狀況 就這樣幾率就會大幅的上升 所以短線就處在很尷尬的狀態 指數啊沒有跌啊沒有破線啊 啊OTC OTC也還比大盤強 整體就是欣欣向榮 準備要挑戰萬六的一個氣勢 問題是又過熱 好像告訴你要小心 所以簡單回來怎麼講 就持續做嘛 持續還是偏多做嘛 只是說資金控管把它控好 大盤有什麼隨時有什麼狀況 個股有什麼狀況 該閃就趕快閃一閃 這個先避開風險再說 所以目前短線海豚也是 每天又很緊張 晚上美股會被做什麼剉賽什麼事情 數據會公布會不會影響什麼 可是問題是 個股就還是比較穩穩在那邊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嘛對不對 就是就講了那句話啦 一直做多 做多做到大盤有弱勢的狀況要反轉 有大幅修正的風險再說嘛 所以就持續記得 看海豚的節目 我們一起關注風險什麼時候發生 發生之前我們就是持續偏多操作 那今天當然說整個全資股就 比較漲跌互見啦 貴買還是比大盤強啊 那海豚也說過 貴買正式轉弱之前呢 基本上也代表什麼內支還在 那另外就是今天台幣繼續貶值 那今天外資也繼續賣超 所以就是留意啦 熱錢的確有在撤出台灣市場 不過目前內支呢還是相對火熱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中角星庫還有機會繼續走 至於什麼時候結束 那就是看市場告訴我們嘛 他結束會告訴我們的 所以不用去過度的預測 這個是跟大家一直講的 好然後這個族群部分 除了今天比較強的就是散裝啊火柜啊 這個還有這個飯店 飯店是不算啦 飛鐵金屬 還有這個平板鋼 算是長得比較整齊的 那這些都看看吧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比較能夠算的是多頭走勢的 可能就算是無線網路 就是網通類啦 那網通類就是神准嘛對不對 那神准之前才因為這個什麼 一月份的這個營收字節 出現一個跌停 今天他又創新高了 那同樣的4979的滑星光 要不要來一下 要不要來一下 我們去幫他加油一下好了啦 那中打也是嘛 東珠群的 整個被帶賽的 看會不會順便一起來一下 那其他就飛機零組件嘛 JPPKY今天就去整理嘛 而且A量也縮下來了 那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今天噴出的是祝龍啦 所以那時候海神 把整個族群都寫進周報裡面了 但是那時候海神只 特別點名JPP跟豐達科 為什麼不買豐達科 因為他比較牛啦 比較牛 那JPP呢是相對來說比較活潑 而且成長性比較強 那也印證了海神的看法 他果然是目前的指標股啦 那海神已經減碼過了 直接告訴你減碼過了 只是下一部分就看到 會不會來個更高 讓我們的減碼減在更高的地方 那剩下就自由發揮了啦 那個最近就是 舊股票海神的JPP 跟這個3207的耀勝呢 就慢慢的去找停利點 慢慢去找停利點 那其實海神最近也有提醒大家了啦 就什麼說 說耀勝 離海神的保守的目標價已經接近了 這個算是昨天不小心說溜嘴啦 就是 等於高到大家就是說 今天海神就要停利了啦 那海神的確今天也在80以上 或者說停利 當然不可能停在最高啦 把今天開盤開80以上 海神就直接 就告訴大家 減碼 我們6-70%獲利先拿起來 因為我們前面買在50 所以你在80 隨便應該也是6-70 對不對 所以 這邊呢 我們剩下部位就續爆 因為海神就 好像這不能透漏太多啦 反正今天巨量 你說今天是出貨線 是 今天是出貨線 可是要不要擔心 我覺得也要擔心啦 可是海神認為說 目前應該是轉整理機會比較大啦 等整理完之後呢 再看有沒有下一波發動的機會 那接下來就看整理的狀況啦 整理的不好 那海神就是少賺一點嘛 可能40%我們就出場 就是獲利回土 40%我們就出場 不是兔40%出場 是剩下賺40%出場 那我說整理的好話 海神搞不好會買回來 再參與下一波的行情 因為畢竟相關的營收 真正的利多都要沒放出來嘛 所以這個就繼續觀察 而且你說這個量 今天是18000張 其實距離前面的天量也還好啊 前面是24000 25000張 所以你說今天算爆天量嗎 其實也不太算 但是今天的確是有一個 比較技術面出貨線的狀況發生 那搞不好 明天直接過了83.4 就變成寸步走漲 就要繼續噴了 這個不確定啦 但是就看市場怎麼給答案 那其他的海神界上 開始有在佈局一些神技股嘛 還有一些網通股 那這個很可惜啦 最近都沒有什麼發動 老股票繼續動 新股票都還在整理 那我們就繼續耐心等營收 耐心等它發動 再來跟大家去做分享啦 基本上我就覺得生技股像 這個週報寫一陣子的南光 果然海豚賣出就是會漲 因為海豚換去另外一檔 海豚覺得更有機會的個股 南光海豚換檔之後呢 今天來了個5% 所以今天開始 真的生技股開始是有在一些 有一些蠢蠢欲動 好像這個 這個合一 今天又有動一下 不過我覺得還要整理啦 不過像這種整理型態 這種開始出來了 後面開始有在做攻擊的股票 我覺得 生技股可以開始留意了 因為畢竟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說這個投機行情這一塊嘛 大陸的解封缺要行情 這個不要去追 因為這邊呢 就投機嘛 那修正之後要觀察 今年的基本面 去找個股去做進場 那南光就是海豚的 Focus的標的其中之一 Focus的標的其中之一 那現在整理了兩個月 資金有沒有機會 輪回來生技股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海豚從去年就一直講 生技肥氣力組件 是海豚上半年 Focus專注的在觀察兩個族群 那現在已經第一季快 走到第一季的季末了 第三月了 那接下來第二 那個準備進入第二季 就要佈局什麼 佈局下半年的股票 那這部分大家就 稍微留意觀察吧 那今天的分享比較短 今天海豚有點累 前面才去其他地方 弄了一個一個小時的直播 那我們今天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喜歡海豚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這邊另外再講啦 如果你有什麼 那也希望海豚在這個節目上分享的 你也可以light留言給我 所以記得什麼 加入lite生活圈 那當然你想要 加入海豚 這個買一送一的方案 這個記得掃右邊免費服務表單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還有留下你的問題 那海豚的助理會根據做聯絡 那歡迎一起加入海豚啦 讓海豚用獲利塞爆你的口袋 這一檔JPP 之前還有個材料 JPP 然後一個藥勝 應該算塞得不錯了 應該要看滿出來了 那看新布局可以把它塞爆 好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做大家操作順利好 掰掰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